三五好友吃锅为天冷的日子带来温暖的氛围 但是你知道吗 在台北市卫生局茶和29家火锅店业者的食安环境 就有20家出茶不合格 那出茶的部分有20家有部分的卫生缺失 那经统计我们前三项的缺失呢 分别是食材处理跟制成的卫生 还有从业人员未一规定办理体检 以及设备器具不清洁 那经过限期改善呢 复查都已经符合规定了 卫生局也同时针对上面的这些火锅店的业者呢 我们进行了依食安法第25条规定 同步进行了牛肉的原产地 火锅汤底食材 基因改造食品 及虫组肉食品的一些相关标示茶盒 那茶盒结果也都符合规定 那同时也提醒民众 在享受美食的同时 也要注意均衡饮食跟餐饮的卫生 那才能够吃得健康吃得安心 大部分的卫生缺失 包含作业场所不干净 食材摆放在地上 设备器具不节等 限期改善后复查才权数合格 否则将可储6万元以上 2亿元以下罚还 卫生局也不停呼吁业者 掌握五药秘诀 食品业者要登陆 从业人员要体检 食材来源要清楚 餐饮卫生要注意 食品标示要完整等 也提醒民众要注意店家的餐饮环境 才能保障自我的消费权益与食安健康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